行 她还有什么毛病啊 还有就是因为我在家里面的话 我都是没有做菜的嘛 然后我想因为订婚了嘛 我想以后我们结婚 我肯定是要做点家务啊这些的 然后我就给她就是在手机上研究嘛 我就烧了几盘菜给她 就烧了糖醋排骨呀 还有手撕包菜这些的 然后我烧好后 然后我叫她下来吃饭 让她慢吞吞地下来 下来之后的话 也不是那种就是很开心的感觉 就直接坐在椅子上 然后跟我说 把饭给我盛过来 把筷子给我拿过来 就直接命令我 那我是你家保姆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命令我呢 那你也就一次这样子吧 那又不天天这样子对吧 那享受一下那乐趣怎么了 就又不是天天 那你如果现在就这样子 那我以后婚后怎么办 那我也有手有脚对吧 那又不可能说 所有的东西都到你来做 那我也会希望 我也会拖地啊 你干嘛老是要往坏处想的对吧 我也没有你想象那么糟吧 就主持人她每次啊 就每次我跟她好地讲 听懂 她每次就是这样子 就她就很像是谈恋爱的时候的她 但是我的话 因为我订完婚了嘛 我就感觉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准妻子了 就我也想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了嘛 我就也要改变 但是她的话就一直就不要改变 给她时间 给她时间 但是我现在是不想给她时间了 那你想怎么变 我就想要知道她到底要不要改变 到底就是听不听我的这种劝啊 是要不要改变 还是听不听你的话 咱把这事说清楚 就是我觉得她很多方面 是要听你的话 对不对 对 也要听我的话 听不听人家的话 好的我就听咯 我有选择性地听 还是比较理性地 比刚才那个结了婚的男人好 那男人是什么都听 一结了婚就什么都不听了 你难不然还挺诚实的至少 他说好的听不好的不听 还有就是 因为他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什么结婚 好 诚实在是真相照的 他有什么是真相看的 只能让他见诚实的 是真相看而不听的 不许多有什么都听的 不许多有什么都听不定 就不许多有什么都听不懂 你再有什么都听不懂 你不许多有什么都听不懂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